好 那么呢 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我们的第2个例题 那么我们就要找就是有规有顺序的这个一对号码m跟n 然后m跟n都是在1到99之间的号码使得 这一堆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估量一下 OK 呃 这个东西 等一下我先拿我的笔出来先有点忘记了 OK 所以m加n平方一定会小过这一堆东西吗 OK 加3m加n 那么我们像我们几天前的影片我们可以假设就是呃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假设是m加n加某一个号码可能讲k了哦的平方 那么当我们就可以写当k等于1的时候 呃m加n加k 加1的平方就等于m加n的平方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看起来有点明显 看起来有点大咯如果我们减掉我们的m加n 平方-3m加n的平方-3m-n的时候哦它还会留下有呃m 我们就有m加3m-3m-3m-3m再加4 那么这个东西不可能是0,因为就会有一个其中要是negative number 所以这个我就先插掉先,因为这个已经是被拒绝了 所以我们的唯一情况就是我们的k等于1的时候 这个你们可以先做做一下当我在插东西的时候 然后呢,我们从这个m加n加1的完全平方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出发呢,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ok,呃,所以我们就知道m加n的平方加两个m加n 括号啊,加1等于m加n的平方加3m加n 所以呢,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给删掉 然后,呃,我们就可以变成讲,呃,n-m加1等于0 就是讲讲,这个我已经透了很多个步骤 因为你可以看到2m加2m 3m搬过去的话就会变成-m,然后n搬过去就会变成n 所以就会有这堆东西 呃,所以我们就有m等于n加1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有的可能性就是,呃,可能m跟n就可能会有2,1,ok 然后有3,2,然后一直写下去,我们就会有,嗯,一直到m最大可以99到98 ok,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有几对呢,我们就有1,2,一直数到98咯 所以呢,这里一共就会有98对咯,不懂你们有没有做对 所以就看你们啦,好,我们,呃,如果是立体的话,我们就明天讲最一个立体 part 4的,然后会给你们喜提 所以明天见 再见